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不是我 你也在公司做OA呢 你敢来拦我 你以为我真的没你不行 我现在就是不需要你 You are fair Get out 三哥 你冷静点 原来就在刚刚 三公子得知雍正见过大公子 两人之间心生嫌弃 没想到能力一般的三公子 想证明并不是没有雍正就不思议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得知甚至公司要卖盘的消息 向大老板提出借格上市的想法 他们一直运作得很好 为什么突然要卖盘 哦 这因为他们的主席 和安靠年龄大了 在三公子的事宜下 大老板肯定了三公子的想法 决定在会上研究 不得不说这个计划很好 三公子独领风骚 出境风头 其实我跟爹地早已看过 盛世过去三年的年报 业绩非常的理想 似乎收购甚至成了 板上钉钉的事情 大老板决定亲自去内地 考察谈谈收购的事情 可没想到雍正发现了 私有图腾之处 怎么这么重要的事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更明显三公子 已经不再信任雍正 什么事情都不会再和雍正商量 想凭一己之力 证明给所有人看看 可没想到雍正还是星期三公子 认真研究盛世公司的年报 发现盛世99年 有笔巨额保险领域 其实这笔保险金呢 应该是赔给九七年那张 德国厂房意外 原来当年盛世有过厂房爆炸事件 还发生过金融风暴 而盛世的业绩报告 却好过之际 无论是何种问题 雍正都觉得应该暂停收购计划 让四小姐劝劝三公子 但不要让三公子知道是自己的意思 雍正深知人言可恶 一个人说呢 就不会借 到两个人说的时候 就难免会胡思乱想 到了第三个人说的时候 想不介意也很难 原来公司一直在穿三公子 尚未完全是靠雍正的服务 为了证明自己能力 必然不会听雍正的 由四小姐嗨口最好 可公司又在传雍正要入对岗合影 没想到天良 雍正脱了肩外套 给四小姐批上一包号 被三公子谈刀 等四小姐劝三公子的时候 三公子自然以为 一切都是雍正的传 根本不听 人人都知道他接近你是为什么 区区一个副经理 哪能满足他呢 三哥 你不止侮辱了大虾 你还侮辱了我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 能阻止收购的事情 大老板也亲自考察了 内地的盛世财务 很是满意 以贵牛肉的方式 谋得盛世降下满 哪里啊 有好消息啊 何先生 刚刚把电话来 说价钱方面肯让步 一气风发的三公子觉得 自己这回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段最后一步签约 提前庆祝 我忘记一时间和妈咪 分享这份喜悦 你知不知道 您郭待望也敬我酒 郭待望啊 舅舅啊 敬我酒啊 可没想到雍正和四小姐 查出了盛世做假装的 确切证据 来找三公子 劝其不要收购盛世 眼看灵门一脚 三公子肯定不甘心 原本再三相劝 我是你的副手 最有辅助你之心 我知道最近 你我之间有一点误会 可急功近利 又想证明自己的三公子 即是在证据面前 也容不得雍正之手划进 要不是你怎么会 闹出这么多事啊 我忍你忍很久 你现在马上给我休止 休止 我没想到 把大老板吵了过来 得知盛世做假账 暂停了收购盛世上市的进化 三公子被打回原刑 只能当众道歉 但还是不服气 没想到雍正却辞职不甘了 现在 也是我功成身退之事 老板 我正式向你辞职 可思小姐明显对雍正 已经产生爱慕之情 舍不得雍正离开 极力挽留 但终究没有一个 可以说服雍正留下的女 是不是 如果我说了 叫你留下来 你就肯留下来 够了 有你这句话 我已经足够 所谓最难销售是美人 而四娘也想雍正留下 留了三公子和雍正 希望可以借此握手言和 可双方已经失去了信任 雍正深知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啤酒呢 是要冰冻才好 不过要啤酒冰冻 必然要有一段时间 雍正潇洒了一场 只留下了一段啤酒精 可没想到 连大老板也要挽留雍正 但雍正中就需要 一个留下的理由 对纵观公司 也只有四小姐 才值得雍正留下辅助 Rachel将会成为 赵康的雍正 而大老板给了 雍正留下的理由 大虾将会调到 地产发展部 去做副经理 而四小姐也被调去 地产部做私经理 直接隶属大老板领导 丁眼人一看 就是选定了接班人 希望我的留下 没有打乱大家的算法 三公子当然不甘心 就这样输给雍正 但由无计可施 没想到却意外地 发现了二公子的 惊天秘秘秘秘 而大老板正在 着手要乱雍正 天赞关心 下集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